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快了 对不对 不晓得是怎样 就是一下子就已经 到最后一个礼拜了 那我们想到今年真的 你觉得是很挑战吗 我觉得真的太挑战了 但是呢 却也蒙神太大的引导 充满神恩惠的一年 我们记得五月疫情爆发 对不对 我们就变成快的三级了 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不能够来实体 所有 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 全台湾每一个人 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家里也是很挑战吧 对不对 全部都改变了 公司也很挑战吧 在家上班 以前都没有这样的 等等的 我想对学生等等 每一个都是 那当然对教会也是啊 教会碰到这个 这个是台湾教会历史上 从来没有走过的 我想也是整个历史上 都没有过的 大大 但是呢 看见这一路走来 真的神的恩典拖住我们 所以呢 在这个岁末的时刻 我们要一起向神献上感谢 来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就有一支小小的 三分钟的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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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我个人 我们比较资深的同工是不熟悉的 不是那么的善用的 但是都逼我们啦 透过祷告等等 那教会的福音动力 宣教 词汇 甚至我们的新唐即将落成 等等这些我们都看见上帝施恩的手 一直与我们同在 他没有一刻离开我们 今年记得年初的时候 牧师用什么祷告 雅比斯的祷告 记得吗 年初的时候哦 好 我们就一起来 祷告 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 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年初的时候 记得牧师是这样的 用这个信息来鼓励我们 那我们看见经过一整年了 我们来数算 真的疫情让我们每个人都升级了 是被迫的 但是就扩张了 就扩张了 从过去的实体到现在 要精通线上的一切操作 我们看见 比方我们华冠牧区啊 我们年长的牧区 本觉牧师 金良牧师 他们都七十岁了 可是现在他们出门 除了手机以外 他们还有一台 平板嘛 像我这个 然后呢 他们还背一台什么 notebook 哇 好厉害哦 他们都变成三系达人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扩张 被提升了 所以首先刚才我们看到 教会的牧养 线上的新拓展 有全新的一个开展了 不只有线上的崇拜 那线上 在线上你要不要被牧养 要啊 所以我们线上又有启示信 也为他们祷告 我们有线上的欢迎会 欢迎这些在线上 有一些新朋友 来加入我们等等 所以我们有海外的小组 有海外的 然后呢 在十月份 我们第一次办了 三个培育营会 G1 G2 G3 加上青少年的G1 你知道将近一千位 弟兄姐妹报名参加 这是跌破我们的眼镜 我们当初祷告寻求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没有信心 想说这线上 你们都参加过营会 就知道这谁要来啊 怎么会在线上 那是怎样圣灵会怎么做 那我们想说200人不错了 结果没有想到 特别G1 生命更新营 525个报名耶 而且报道率非常的高 普通我们实体的时候 报道率没有 总有那么一些人 百分之十吧 他们就是 缴了钱 他们也当场就不来了 可是这一次 哇 几乎没有缺席的 因为都在线上 不晓得是怎样 就是都跌破我们的眼镜啦 然后有十个国家 最远的在美国耶 在德国耶 在澳洲耶 我们的墨尔本分典 哦 他们都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 他们没有办法来这里 以前是要来实体的 可是现在都没办法 但是他们这一次都可以参加 开心得不得了 然后 有16个县市在台湾 我们开了11个room会议室 然后我们征召了 220几位的代导者 所以连 讲员 牧者 主持人 空台 行政 小编 自讯同工 等等加起来 不止啦 差不多 超过800个人 在那两天 生命更新 全天哦 都盯着荧幕 在那里 你知道因为我们想要 让每一个学员都被照顾到 我们就是整天就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好奇妙 尤其看到我们在大职的 他们哇 一组一组的就在那里 其实疲不疲倦 疲倦 因为一整天都看荧幕 可是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那最奇妙就是 迎会结束以后做见证 我们就想 哦 因为这个很多的信息 我们是预录的嘛 不可能当场 那想说 尤其圣灵充满 是怎样啊 看着荧幕 然后圣灵会充满 其实我们没有信心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的见证 真的太激励 他们说在家里面 看着荧幕 他们就开始流泪了 然后他们就有暖流了 然后他们的病得医治了 哦 我们自己都觉得说 那安内啊 怎么会这样子 就看见 圣灵要做工的时候 他的作为 不受网络的限制了 太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当然这并不表示说 好 那我们就都在家线上好了 教会大家 反正每天都把他关起来 反正都在线上嘛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要到 神的电中实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 我们要尽量 但是线上却看见 上帝在这末世 给我们一个福音的策略 他可以不受地缘 不受空间的限制 他仍然可以这样的 来做工 真的太令人感动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看见我们 今年非常聚焦圣灵 因为牧师其实心很战精 因为我们一直预备 这个新唐的落成 我们丝毫不能怠惰 所以我们祷告 再祷告 然后欢迎圣灵 真的知道 如果没有圣灵 没有祷告 我们没有办法 做任何事 所以七月十一月 我们都有 四十天的这样的祷告 然后加上牧师 有六周圣灵主题的信息 然后写从牧师的特会 还记得吗 我们就看见神在教会 做了好多的美事 他清扫我们里面 很多非神信念 是吗 还有对权柄的错误认知 还有我们情感错误 情感依附 我们的服饰重担等等 看见圣灵浇灌 大大浇灌他的百姓 以至于我们可以 像牧师说的 我们有三种能力 哪三种记得吗 城市的能力 然后呢 突破改变的能力 然后呢 传福音做见证的能力 那同时我们在小组 家庭 校园 职场 我们全遍启动RPG 然后来帮助 带下属灵的能力 真的太奇妙了 最宝贵的就是 今年虽然是疫情 但是看见我们的家人 大家传福音的动力 丝毫没有削减 成人牧区的线上 幸福密讯 因为每一次 我们要做幸福小组之前 要福音活动 整体的活动之前 我们都会一个大集训 叫做幸福密讯 两T次超过1500人 因为都在疫情期间 所以我们都只能线上 这又跌破我们的眼镜 因为以往实体的幸福密讯 我们大概最多500个人一次 大家在这里急得满满的 要激励 要开始传福音 要开跑了 那结果线上 居然两T次超过1500人 意思就是一次 有超过750个人 怎么可能呢 我们说主啊 你真的是太令我们压抑了 更踊跃了 看见大家的参与程度 还有我们父亲节 母亲节的线上探访 探访自己的爸爸呀 妈妈等等 然后线上Blessing Club 线上欢迎会 好多好多 我们看见得人的新策略 上帝都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对外持续的 来传扬它 那第四个 讲到我们的宣教拓职 我们也是持续的扩张 因为今年成立园林试播点 哦 园林好远啊 怎么可能啊 但是因为有一个姐妹 诗词姐妹 她现在也在看 跟我们一起在同步 那因为她有一个负担 就是她在台北工作很久 但是她因为身体 还有家人的缘故 所以她需要去年回到园林去 但是她就有一个负担 好像想要在她能够的 就为主成立一个福音中心 所以就开始 从她的家开始 一个人哦 她一个人 因为她长期在台北 她回去照顾 也要照顾她的爸爸妈妈 就近 那但是就是从她一个人开始 她就 她就这样子传扬 传扬啊 现在已经久未了 受洗 那这些久未了 很特别 他们现在都成为 这个世播点 不可缺少的童工 他们一受洗就要变成童工 比方说 礼拜天要排椅子啊 要干什么 要放这个投影啊 等等 他们就 就起来服侍了 但是我们 是零零两堂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受洗完了 可能在小组怎么样 还把它晾在那边 因为反正有别人做 但是你看世播点 就可以这样 哦 大家同心合一来建造教会 桃园福音中心 今年三月 他们才找到一个正式的地方 可是没多久就疫情了 哎呀 好惨哦 房租要照样付 但是没有人来啊 但是很大的冲击 但是呢 我们不放弃 童工很殷勤 那还有我们就派短宣队过去 我心里想 那时候我真的 说实在要求神赦免我 我那时候想说 都没有了 都没有尸体 短宣队 是不是冲上了 去做什么呢 哎呀 没有想到 所谓的短宣队 就是我们仍然在线上 办活动 办这个福音茶会 然后邀请 这些朋友来参加 所以他们探访 接触了二十个家庭 以至于受洗的人 不断的加征 我们的双合福音中心 也是 它是中和永和的那个地方 那他们十月 才找到地点 才刚刚成立 但现在已经 十个人受洗了 然后真的看见 上帝天天 把得救的人 加添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生养众多 接下来我们看到 我们的儿童 儿童也有许多 创新的突破 包括他们开始了 所谓的曲角系统 我也不懂什么 曲角系统 就是让孩子 从小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他们可以自主 他们可以探索 然后发展他们的空间知觉 因为现在的孩子 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从小都是怎样 接触这些 电脑的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以前的 你不可能把 他们就乖乖坐在那边 然后你讲一个 大卫跟哥利亚 他们可能就站起来走了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必须要让他们 能够明白的方式 让他们 还有现在的孩子 很多感觉同和 有问题 过动的 就是因为环境 家庭的环境等等 这些 所以我们都要慢慢地 带领他们 培养他们耐心 细心的等等的品格 儿童牧区真的很厉害 来到我们当中持续 来到的孩子都有进步 然后他们也办了大卫 线上大卫 电脑品格营 城市创意营等等 都大获好评 都是在线上 最有活力的就是 我们的青年牧区 他们除了有 属灵生命的建造 他们还有一个 学业优秀的培育 你知道 有些父母会认为说 孩子功课最重要 所以不用来 考试就不用来教会 不是的 因为我们的青年 也一样地重视 学业优秀 所以他们有一个计划 番茄计划 就是25分钟 为一个单位 让学生喜欢读书 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就有好些孩子 他们一周 透过这个番茄计划 一周 他们读了50个小时的书 这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现在的孩子 是不喜欢读书的 他们喜欢这些 线上的东西 但是他们不喜欢读书 所以我们要 逼他们读书 过去几个月 真的看见很有成果 真的就是 学业优秀 服饰卓越 有这样的一个DNA 在我们当中 还有今年 他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 依然在这听你说 那这是什么呢 就在YouTube Podcast 都有上架 因为他们透过访谈 让青年来分享 要如何来爱自己 有正确的交友恋爱观 他们透过这个节目 来配合校园的外展 邀约新朋友 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青年太优秀了 因为他们看中 属灵的生命 他们看中课业 他们又充满了 向外拓展的福音动力 我觉得 想到我们教会的下一代 我们真的充满了盼望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有关家庭方面 那无论我们 我们非常看重家庭 所以无论 线上不是线上 我们的走访童年 有关于医治自己的 对固定的交友啊 男女怎么交友 婚服的课程等等 或婚后的辅导协谈 这些相关的课程 我们从来没有间断 那在十月 更是办了爱你永久 现正幸福中的欢庆活动 我相信我们当中 很多的人也都有参加 那这个活动怎么来的呢 就是当初 因为牧师跟我 十月的时候 二十五号 我们结婚四十周年 那时候我就想 那结婚四十年 要做什么呢 有点不一样好了 那我就祷告 就想就领受到 就是我来请童工吃饭吧 带他们去美美的地方 然后慰绕他们一下 当我把这个idea 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童工太优秀了 我们家庭的童工就想 那我们就来 邀请所有的 这个结婚的都来一起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好了 就是这么来的 那以至于呢 哇 一百三十对的夫妻 报名参加 我记得那一天 你们有来吗 有人有来 对不对 你知道有些人 他结婚没有走红毯的 对那天他们盛装啊 真的花很多钱了 去打扮 然后呢 最大最大的是 那个结婚六十年的 哇 结婚六十年 就是那个样子哦 他们牵着手这样子走进来 当然他那个 那个姐妹他不能够穿 他没有穿那个礼服嘛 但是他就是穿的 也是打扮的 你想 九十岁了耶 好 是什么样子 他们两个就这样牵着手 慢慢地走进来 哇 我觉得真的 看到他们 我觉得好开心哦 那一天呢 让夫妻彼此都再一次立约 再一次尾声 让大家看见 教会何等看重家庭的价值 我们向世人见证 婚姻可以幸福长久 而且婚姻可以很美好的 感谢主啊 真的 我们非常的看重家庭 同时呢 上帝也带领我们成立了 亚比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哦 这是以家庭价值为核心的 一个慈善基金会 里面有许多关顾家庭 父母 青少年心灵成长 交友恋爱的相关课程 我们就是期盼从个人开始 然后发掘每一个人的价值 然后每一个人都活出生命的意义 来建立更多健康幸福的家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吗 亲爱的家人 上帝正在把士林林良堂 推向一个七山的教会 什么叫做七山呢 就是你看到这里的宗教 媒体 艺术 商业 教育 家庭 政治 你可以去Google 查七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七山的教会 让我们可以跟社会连结 向各个山头来发声说话 从新唐的大楼名称 叫做夏凯纳国际会议中心 进到亚比斯基金会的成立 上帝真的一路带领我们 用全新的面貌来进入到这个社会 来祝福我们的城市 所以神就同时为我们预备了两个聚会的会所 一个就是鸡和堂 就是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里叫做什么 鸡和堂 那它正式的名称就是士林林良堂 对 那另外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哪里 大职堂 那它正式的名称叫做什么 夏凯纳国际会议中心 所以如果日后你要去大职聚会 你不要跟你的朋友说 我要去士林林良堂 你要怎么说 我要去夏凯纳国际会议中心 你的朋友说 哇那是什么东西啊 好 你要这样子说 这样了解吗 好 因为那个土地的关系 所以上帝就这样的带领我们了 好 所以鸡和堂是什么 士林林良堂 大职堂呢 夏凯纳国际会议中心 你也听过很多的品牌 他们都有副牌 对不对 就都是一个嘛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自己想的啦 那 所以我们也把上帝带领我们 我们也把这里 鸡和堂的二三楼全新翻修 成为以青年为主的一个青年中心 所以如果你去过去到我们的二楼三楼 就是这样 他们有青年读书中心 有媒体中心 有教育厅 有专题教室 舞蹈教室等等 都是让青年可以大大的发挥 因为我们看见神使我们在大职 在士林都得地为业 为了要进入到七山 这上帝太了不起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带领教会 好 那第八个就是 有关于产业方面 我们不能只有这些建筑 还有人啊 在里面的人 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全职团队 你知道吗 以往我们的团队呢 比较都是资深的 像我这一种的啦 有一定的年龄的 可是现在我们办公室 四十岁以下的同工占多少啊 二分之一啦 二分之一咯 感谢主啊 在办公室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充满活力的在讨论事工 年轻人真的很厉害啊 他们彼此扶持非常非常的美好 我觉得我非常的以这个团队为荣耀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没有嫌隙 在部门跟部门之间 我们需要合作是经常的 非常密切 可是真的没有什么嫌隙 因为我们每一天QT 然后神就会带领我们对其他 那二十四号就是前天晚上 大家有去那边吗 那边真的那天大概有三四千人 我们把美丽华的人都吸过来了一样 美丽华那边他也有一个市集 可是我们的人更多啊 不得了啊 像以前早期的夜市一样 哦 这样子走来 大家走来走去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很短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整个团 以青年为主 因为他们非常有创意嘛 但是呢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会后也要收拾啊 真的看见神的保守 那最近呢 我们还有陆续有中生代的全职区长陈明 他也加入 他在LG工作很多年了 但是呢 他现在就愿意被呼召了 就来到这里 然后我们也有退休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常务职士 庄校园弟兄 他从银行退休 他也加入了全职团队的代职侍奉 他的专业成为教会在资产管理 在财务等方面 极大极大的祝福 那还有呢 第九项数位转型 也开始开跑了 对 这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听不是很懂啊 但是就是 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 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那还有我们的社区工作 今年三月北投齐延 长青乐活大楼 我们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这是全台湾唯一 纯住宅生态区 可是规划作为社府大楼的案例 结合了失智症的住宿 综合性的长照 身心障碍资源中心 等等的这些 真的是老人服务的一大跨越 这个是科匹非常的 非常的以这个为荣耀的 那另外我们的 在社福团体上面 人亲协会 也持续 常年的关心 士林北投区的独居老人 为他们送餐 特别在疫情期间 就关心这些 中低收入户的受助家庭 回顾这些 你真的会赞叹上帝的作为 这一年来 上帝怎么样用后恩来带领他的教会 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向外 不是一个内向型的教会 那为什么今天我要在这里和大家回顾 上帝今年如何带领我们呢 因为每一次数算恩典 就是纪念上帝的作为 每一次你数算 就是纪念上帝的作为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情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提到凡事谢恩 意思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拥有一种态度 什么态度 感谢的态度 这就是凡事谢恩 如果今天你处在一个负面的环境 或者不如预期 或者很艰难的景况 你还可以感恩吗 台中旌旗教会肖祥秀牧师 他说凡事谢恩的意思就是 我相信神在我的负面 不舒服和困难的环境里面 仍然掌权 神有办法可以带领我 走过不容易的处境 所以我仍然要向神献上感谢 大家都知道 肖牧师的状况 他的身体 他现在身体是在癌症的治疗当中 他并不是平顺的时候 说这样的话 这是他前个月的信息 我把它摘录出来 你知道 感恩的心 是需要我们刻意操练 叫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常常来对齐我们的神 来感恩神的预备 来相信神的掌权 亲爱的家人 你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吗 常常凡事谢恩吗 黄国伦牧师 大家都知道了 他说 基督徒要避免什么 属灵失智症 什么是属灵失智症 失智的 其实失智症是什么 就是忘了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 属灵的失智症 属灵失智症就是 其中有一个征党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看作是什么 理所当然 应该得到的 所以没有办法 感谢任何人 所以呢 属灵失智症 最好解决的办法 就是什么 数算恩典 跟我说 数算恩典 你不要得 属灵失智症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数算恩典 数算恩典 去练习 去练习 来感谢周边的人 美国 恩的时候 常常常就能够带来什么 奇妙的转变 当仇敌用某个武器攻击你 可能是某个过去 别人对你的误会 指控 不当的言论 或是任何负面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开口感谢神的时候 我们宣告说 神人掌权 仇敌不论 施行任何轨迹 都无法毁掉我 因为我在属的手中 被保护 神要使用危机 使我重新得力 得着福分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宣告说 神人掌权 仇敌不论 施行任何轨迹 都无法毁掉我 因为我在主的手中 被保护 神要使用危机 使我重新得力 得着福分 感谢主 当我们开口感谢宣告的时候 仇敌原本拿来攻击我们的武器 就反而会落在我们的手中 被我们来使用 亲爱的家人 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先恩 是上帝定义要给我们的武器和礼物 所以感恩就会带来奇妙的转变 感恩会让仇敌器械投降 接下来我们看 哪一种生命态度 使我们可以启动 而且领受上帝的恩惠 我其实三点 但是根据昨天 今天第一堂 就是只能讲这一点 第一点就是 凡事谢恩 纪念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说 凡事谢恩 纪念神的作为 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 这一段经文 我们都很熟悉 就是 耶稣 医治了十个长大麻疯的 这些人 然后呢 只有几个 一个 对 只有一个 好 所以十五节说 有一个 他 看自己好了 就回来 来归荣耀给神 然后耶稣就说 那捷径的不是十个呢 九个到哪去了呢 好 那十九节 所以呢 就对这个 被医好的人说什么 起来 你的信救了你了 那 为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信救了你 他已经得到医治 对不对 可是耶稣还说 你的信救了你 意思就是 你不只是大麻疯得洁净了 你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等于他得到两个祝福 他的全人都得到医治 他的罪也得到赦免 一个身体 一个心灵 那这个故事 教导我们一件事 就是感恩 是开启下一个恩典之门的钥匙 跟我一起说 感恩是开启下一个恩典之门的钥匙 你希望你可以夺得恩典吗 那你就先感恩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 然后就感恩 我们是从心里来感谢神 一个越懂得感恩的人 就自然吸引神的恩典 更多的临到你 对吧 我自己当主管 我发礼物啊 给童工 你知道我喜欢给什么样 还会再想要给他 就是他拿到的时候 他非常的开心 他说师母谢谢 谢谢 他很喜欢的样子 如果你给他 他也没有什么表情 好 就这样 那你会想你下次要给他吗 自然你会不是那么想吧 那我们要练习天父的爱 所以还是要给 那但是呢 我想 如果我们都常常跟神说 神啊 我好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会不会吸引神 把更多的恩典给你啊 是不是这样 我们自然就会成为一个 恩上加恩的人嘛 好 所以在我的身上 恩典怎么这么多啊 那我举例 长期以来呢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很多啦 很多真的 出了一些小毛病 我不讲了 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我比较麻烦的就是 我经常的头痛 然后胃 长期很不好 有一阵子 我一年要造两三次的胃镜 就老觉得会怎么样 那心脏呢 我有一个主动脉的曲张 比较大 接近要手术的 这样的一个大小 但是还不用 那十月中旬 两个月前呢 有一个礼拜六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心脏啊 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就是觉得怪怪的这样 那一阵痛 那我还是把 那天我需要教门训学院 这一个上午 但是我就是 还是把它教完 它教完以后 可是就更剧烈 那个痛 那所以 老师记得你那边 有一个 静脉区长嘛 一个留这样 那 后来我的秘书就跟我说 师母我们还是去荣种好了 好 这样子 比较安心一点 那我就说 好好 那你的期待就是 你去了急诊 然后检查检查 就不是 那你都可以回去了 结果 结果不是这样 到了急诊室 哎呀 整整呆了一天一夜 好 那你就知道 呃 急诊室是什么样的状况 本来是心脏 症症的痛 好 但是呢 后来就变成头痛 好 头就越来越痛 哦 剧痛 然后到了晚上呢 其实到了晚上 十一点的时候 我就已经 那个痛就没有了 那个心脏痛 他们其实医院也没有为我做什么 就是不断的抽血 不断的 呃 那个叫做 心电图啊 就观察了 你去 你如果心脏什么的 他就是这样子的 对你就是这样 所以就 非得癌啊 非得癌 一直抽血 一直抽血 抽了五六次 然后 照这个心电图啊 然后电脑断层啊 等等 所以 其实他们没有给我什么治疗 但是那个痛就没有了 哎呀 我就说主啊 那是怎样 很高兴 就说那医生我可不可以出院 可是他们全部都 看着我 就很 觉得 不能出院 就觉得我那个很严重 就觉得我那个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不让我走 只好就留在那边 所以 更糟糕 就没有办法睡 好 急诊室怎么睡 你知道 真的很惨 你们有去过急诊室吗 右边的那个 荣民伯伯啊 他可能是那个 安养中心来的 就不断的叫 啊 啊 过几秒就叫一次 哦 天哪 然后左边的一个 荣民伯伯 我想那都是安养中心的 他们都有一个 一个陪的人 那个 他就是可能 肺气肿还是怎样 就呼吸都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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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声啊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请医生 给我止痛药 给我打针啊 给我吃安眠药 都没效啦 他们也不听你的 然后照他们开的 就是 我就没有用嘛 给我什么 普拿的 那个护士说 你吃的就会好了 我就 就跟你说没有用 但是没办法 你就得呆 可是你知道吗 我当时一直的依靠神 那你现在这样 牧师也不能 都不能来啊 因为刚好礼拜六下午 就是他要讲到了 青虫了 对不对 然后礼拜天早上 怎么样 他又要在这里讲到了 所以我没有人啊 好 那 而且很突然嘛 所以什么准备也没有 连个喝水也没有糊 好 等等就很不方便这样 但是呢 我那时候 一直依靠神啊 说神啊 拜托你 拜托你 让我睡啊 让我怎样 可是 我的经验 还有当天也是 都告诉我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神不见了 神搁浅了 隐藏了 对 你痛还是痛 睡不着还是痛 痛苦还是痛苦 哦 我真是佩服那些护士就是了 好 我就一直看这些护士 那头就越来越痛 可是 老实说 我已经非常习惯了 就是 常常 神好像都没有了 常常神好像不见了 特别在你非常需要的时候 都很巧的 就是 怎么那天要牧师讲道呢 而且青虫就要开始讲 所以他不能够来这样 然后 可是 我不是失去盼望 我是积极相信 上帝知道这一切 所以 出院以后 那天下午 我在日记上写了 有关这次急诊的 十项感恩 我其实本来没有料到 但是我写一项就多一项 写一项就多一项 写一项 因为神真的太恩典我了 神也派天使 我们的姐妹认识的医生 就来帮我 不然他急诊室 你什么都不认识 谁要帮你造电脑断层 所以我真的非常地感恩 身体虽然不理想 可是在这当中 我常常想到 带领我 帮助我撑过去的一个 其中一个 就是潘霍华 上个礼拜 圣诞主日 你们记得吗 那四个girls 有没有 在这里唱得那么美美的 那首歌 所有美善的力量 其实我常唱 那这首歌是他在狱中做的 他写完这封信以后 做完这首歌三个月后 他其实知道 他是会被纳粹处决的 对 他是为主殉道的 可是他仍然怀着盼望 因为他说过 他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 是呼召这个人来为他死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 他其实是可以逃 他其实带着他全家 已经在纳粹之前 他们就已经到美国了 可是他自己 他觉得神呼召他不是要逃难的 所以他自己就回到 又回到德国 所以他就被捕了 这是潘霍华 所以他写了这首诗歌 好不好 我上个礼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唱 你们想要唱吗 就一节就好了 好吗 好 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 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 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 并与你们谈入心的一年 若你给我们提供应的一年 若你给我们提了沉重苦悲 满意这忧愁痛苦的苦悲 主啊 祝我送你量身赐爱的伸手 好不战斗心 真感谢零首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折肝 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所以如果主递来沉重的苦悲 我还是相信神的良善 虽然我知道我的情况跟他们怎么能够比呢 那虽然心脏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头有问题什么的 每天我仍然总是打起精神 努力的往前奔跑 为着能够我走到现在 我真的充满对神无尽的感谢 那你知道对于教会也是一样 因为我的生命跟教会都连在一起 我也是充满各样的感谢 你知道我们的办公室 八月十六我们搬到大直 那那一个月我们连续发生了大概二十起的意外 同工的意外 包括同工呢走在大楼旁边那个小路上 结果踩到钉子 然后钉子就刺到脚底 我都不懂耶 我心里想 那不是有穿鞋子吗 怎么这么厉害 去缝哦 不是随便地刺一下 那包括呢 同工 走走走 走在大楼旁边 那个树啊 树枝就插到他的额头耶 然后又去缝了几针 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 然后呢 我们同工在搬椅子 因为我们家具搬来搬去嘛 搬椅子的时候 然后突然铁片就从椅子弹出来 就飞了 让他的手臂又去缝了几针 哦 你知道类似这样的事 还有一个同工真是好笑 他的车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停车位嘛 所以我们都去租隔壁 Indigo的那个车位 那美丽华的公车也都常停那边 就是那个免费接驳车 结果我们同工在那边 人还在车上 美丽华的公车就倒退倒退 蹦又撞到他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子 就类似这样的事情 因为新唐的大楼都在赶工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它是一个工地 它整体的环境都很混乱 可是你知道面对这些征战 我们办公室的同工没有抱怨 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讲 大家都是合作无间非常开心 我们起来做什么 治理祷告 我们也没有害怕 我们字节祷告 我们就是选择更加的属神 相信神 敬畏神 然后到了十月 那个实体了 恢复了 哇 我们面对更大的挑战是什么 两边 我们现在大直跟鸡河 我们要两边跑 因为我们就是这些人嘛 我们就是这一批人 我们需要来来回回 所以这个路程你说进也不进 是吗 对 所以他们骑摩托车的 开车的等等 一下跑来这里 一下跑去 大家都是撑住啊 大家没有发怨言 大家只有一个心就是 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因为知道我们不仅是家人 我们也是军队 我们是耶和华神的军队 我们对神的作为 神的带领 我们充满了感恩 亲爱的家人们 感恩其实是一种选择 无论任何环境 我都选择来尊荣我的神 来感谢祂 好让自己能够进入祂的同在 跟恩惠里面 所以最后我们要念 诗篇一百篇第四节 这里说 当称谢进入祂的门 当赞美进入祂的愿 当感谢祂 称颂祂的名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祂 单单为了祂自己而感谢祂 不只为了祂给我们的恩惠 就是为了祂 祂的荣耀 祂的存在 祂创造了我 相信祂是那位带领我们走过困难 给我们够用恩典的神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启动上帝的恩惠 连仇敌都要向你怎样 气泻投降 同身开口来感谢祂 哈利路亚 主啊赞美祢 每一个人都开口跟主说 主啊我好感谢祢 让祂表达祢的感谢 主啊赞美祢 赞美祢 我相信祢的美善 主啊我相信 我相信祢是良善的 祢是良善的 祢是良善的 我相信祢是自爱的 我相信祢的恩典公佣 我相信 我相信 主啊赞美祢 赞美祢神 主啊我要大大的承接祢 主啊祢实在是那么美好不是 主啊赞美祢 但愿人都已认识祢的救恩 主啊谢谢祢 祢的良善 告诉我们有安全 主啊祢的良善 祢的信誓 直到万代 主啊我们敬拜祢 哈利路亚 主啊谢谢祢 好 弟兄姐妹家人 现在我们要再一次来开口 好不好 你这一次要告诉神说 这个礼拜因为感恩是要练习的 他不是听一篇信息的 是你回去要操练 你要实做的 感恩你可以用口 你可以用手 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 表达你的感谢 你这个礼拜回去 你说我要向我的家人 昨天我告诉学生说 向你的爸爸妈妈感谢吧 向你的朋友感谢吧 向你的遮盖感谢吧 好不好 你想到哪一位 你在职场 你在家庭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你的儿女 你的上面的关系 你下面的关系 你平行的关系 哪一些事 你要去表达的 这个礼拜 主啊让我能够有行动 有感恩的行动 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 把你这样的一个冤枉 带到主的面前 说主我要有行动 我不是只是光说的 我要有行动 我能够表达出来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你赞美你 哦主啊 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就是能够 我们就是能够 补助的感恩 补助的感恩 主啊 谢谢你 你赞美你 主啊让我们今天回去 我们真的能够有操练 像我们的家人 像我们身边 我们最亲爱的人 像我们任何在我们周围的人 主啊你提醒我们 让我们多多有一个感恩的态度 让我们象征 你有一个感恩的态度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相信你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谢谢你保守 从昨天到现在 谢谢你保守 保守了孩子 主我赞美你 谢谢你 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一直与我们每一个家人同在 我们一起说 阿们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 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地点 请上司令良堂官网查询 圣灵良堂祝您平安喜乐